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十二集 生猛的公孙 包拯让众人分头查探线索 他和庞吉去一趟衙门 再找知府大人谈谈 晚上大家到白府会合 包大人让分头行动有他的用意 这次的事件貌似和江湖恩怨有牵扯 不如让展昭和白玉堂找找江湖门路 官府先不要贸然介入 赵普见众人愁眉苦脸的 就招呼一起吃饭去 于是一群人到了客栈 西州府这几天十分热闹 来了不少江湖人 天山派前后死了两个高手 两个客人已经轰动武林 不少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搞到江湖震动 若是能将天尊引出来 就最好了可以一睹至尊无敌的风采 展昭他们上了二楼 伙计一眼看到白玉堂就往雅间让 十分的客气 众人入座 紫颖和哲颖瞧了瞧 跟在身后来一起坐下准备吃饭的成平 成平见两人打量自己也一挑眉 我说这位高手 紫颖看成平挺不顺眼 倒不是因为成平小看展昭 紫颖爱屋其屋 而是成平一杆子打沉了展昭那一船人 他也属于展昭那一类斯文白镜形的长相 也在那条沉船上 所以很怨念 成平自然听得出 高手两个字反讽又反讽 就携了紫颖一眼 你跟来干嘛 报恩啊 成平脸上尴尬 看了看认真和小四子 讨论什么菜好吃的展昭 叹气 他恩公不仅不像英雄孩这个吃货 一脸嫌弃地转回头 成平就看到白玉堂 似乎看了自己一眼 成平与白玉堂不熟悉 不过天山派的十大高手 对白玉堂都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首先是嫉妒 能被天尊看上收来交几招的 基本都不是什么范范之辈 因此大多心高气傲 但天尊偏心太明显 除了白玉堂之外 谁都不认识徒弟 众人都不服 无论白玉堂天赋多高 不就是二十几岁一个年轻人 人和人之间能有多大差别 再者 十大高手都见过天尊 可以说容貌和白玉堂是一个级别的 惊为天人 众人都觉得 可能天尊会那么中意白玉堂 就是因为他相貌俊美异常 说来说去还是靠张脸 另外 零零总总各种条件加在一起 白玉堂春风得意 家世又好年少成名 几兄弟对他都不服不愤 但是功夫没他好 谁心里都有数 于是不服也不行 但天山派十大高手从不承认 也不觉得这是因为白玉堂天分多高 而是因为他得天尊喜爱 所以交给他的也多 成平见白玉堂和展昭年岁差不多 名声也差不多大 还都是相貌出众 就估计他俩应该遭遇经历也差不多 可能是厉害 但是也未必能厉害到哪儿去 说来说去 他倒是对赵璞挺感兴趣的 这个人是谁 看着很有些英雄气感 貌似很厉害 小四字坐在展昭身边 就见对面那个成平贼眉鼠眼的 这个看看 那个看看 表情又丰富 成平回过头 刚端起杯茶 就看到对面一个胖乎乎的小娃盯着自己看 脸滚圆滚圆的像个团子 眼睛圆滚滚的 不过眼神似乎有些小嫌弃 小孩瞪我呢 小四字默默顺着成平的眼神 望过去确认了一遍 没错 这有人在看酒酒呢 真讨厌啊 吃不吃点香 吃 小四字文言 立刻把照谱那茬给忘了 我们去厨房看看 嗯 小四字跟展昭出去了 成平鼻子都快皱起来了 什么大侠呀 还哄个小孩 没有一点英雄气感 白玉堂端着酒杯 慢悠悠喝酒 看了看四周围的菜牌 这酒楼他常来 二楼雅间是有菜牌的 挂了一墙面 展昭想吃什么 直接点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特意带着小四字 跑去厨房看 很显然 觉得有问题的不只是白玉堂 照谱也好奇的 看了一眼四周围的牌子 然后看白玉堂 什么情况 白玉堂想了想 放下杯子站起来 走出了房门 此时 展昭抱着小四字一路小跑 到了后厨附近 小四字有些纳闷 展昭将他放在地上后 从袖兜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抖了抖 里面落出了一只金色的甲壳虫来 小四字眨着眼 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 扑上了几下翅膀 嗖一声飞远了的甲虫身上 只是那甲虫飞得好快好快 一下子就没了 于是小四字都不太确定 刚才自己是不是看见了 展昭收起瓶子 伸手抱起小四字继续赶往厨房 小四字对虫子的兴趣 又被甜点吸引走了 等展昭抱着他 手里拿着两串软糯糯的 膛部甩出来 小四字已经基本忘记了 刚才有虫子这回事 两人在楼梯口碰到了白玉堂 白玉堂抱着胳膊 靠在一根柱子旁边 看着展昭 你收敛点啊 要出人命了 白玉堂一挑眉 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 展昭指了指 四周围端着盘子 三步一回头的丫鬟们 嗯 昏倒好几个了 白玉堂愣了一下反应过来 脑袋里就蹦出刚才那一句 国色天香来了 所谓旧仇心恨一起来 一边眉毛挑起来了一些些 哇 眉毛动了 小四字一搂展昭的脖子 惊呼一声 展昭也认真点头 嗯 左边都动了 飙烧生气了 快跑 小四字啃一口糖不甩 展昭抱着他 一溜腰就跑没影了 白玉堂抱着胳膊 站在后边 看着两人飞奔上楼 忽然明白 他要是成平 估计也接受不了 这位恩公如此的开朗 白玉堂也往回走 不过没闹明白 展昭跑下来是干什么呢 就这么点时间 够吗 刚上了楼 就见二楼雅间门口挺热闹 似乎是他们雅间 对面的那间屋子 刚进来人吃饭 还不少 有一个黑大个儿走在后边 白玉堂大概观察了一下 背影十分巨大 那大个子嗓门也大 和前头的人似乎正闲聊 有一句就飘进了白玉堂的耳朵里 这天山派的气数 估计也快进咯 白玉堂听着 有一点点小刺耳 不过 他和天山派也没太大关系 于是当作没听见 这天尊是不是死了 听说都一百多岁了呀 这一句 前边展昭就顿了一下脚步 回头看白玉堂 小四字趴在展昭肩膀上 凑到展昭耳边 左边的眉毛 展昭同情地看了那大汉一眼 白玉堂之前说过 他看不顺眼很多人 原因是他有很多忌讳 比如说 最忌讳别人骂他四个哥哥嫂嫂 他不能忍受 又比如说 侮辱天尊或者丝毫 对天尊不敬的行为 全部不可原谅 又比如说 说他好看 赞他漂亮 奇怪啊 今早急了眼 胡说八道 貌似是说了什么 国色天香之类的吧 白玉堂竟然没抽刀 不过那大个子 显然没意识到危险 正在靠近 还问一旁的同行者 那你说 这人基本活不过一百岁吧 哪有那么长寿的 此时 展昭正抱着小四子 跑到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 小四子听到了 就接了一句 有的哦 内力身后 平时又注重养生之道 很容易活到一百多岁呢 小四子的嗓门 在展昭听来 跟他手里的糯米瓷糖不甩 差不多那么绵软 不过还是清晰的 前头那个大个子回头 一眼看到了展昭和小四子 他见说话的似乎是个小孩 也没搭理 却听小四子突然开口 小四子一句话 大汉愣住了 后边白玉堂也愣住了 展昭眨眨眼 这孩子应该不是在帮白玉堂出气 再替天尊报仇 可能是说的真话 仔细观察 这大汉的确脸色不好 嘿 她奶奶的 你个臭奶娃子 你说什么呢 大汉吼了一嗓子 他原本嗓门就大 这一嗓子吼得屋顶都抖了抖 小四子抱住头 就要钻进展昭搁置窝里 去躲起来 而随着大汉的话音落下 就见雅间的大门 被一脚踹开 公孙冲着出来 哪个乌龟王八蛋吓唬儿子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站在楼梯上 公孙嘴毒 他们之前是见到过了 比较敏感炸毛也见过了 今天第一次见咆哮状态 好生猛 大汉剑是个文弱书生冲出来 大嘴一撇 你这样呢 还能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呀 那是 不像你 儿子都不是你亲生的 闹门都绿了 啊 啊 啊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我 谢谢大家